双胞胎为了活下去 每天用皮鞭臭打对方 学习变得残忍 只为变成恶魔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部黑暗的电影 恶童日记 故事发生在战争时期 双胞胎的军官爸爸要去前线了 临走前送了空白日记本作为礼物 要他们把大小琐事都记录在上面 不久后 妈妈把双胞胎寄养在乡下的外婆家 她是个肥胖又邋遢的老妇人 传闻她杀死了外公 并且和妈妈的关系一直不好 被当地居民称送巫婆 根本就不给他们好脸色 连门都不让进 双胞胎在门外一待就少几天 忍受饥寒较破的滋味 为了讨好外婆 他们就抡起斧子劈柴 外婆终于打开了房门 让他们住了进来 只不过屋内环境一样的糟糕 屋子破旧不堪 他们住在脏乱昏臭的阁楼上 天还没亮就要被赶出去干活 每顿饭还只有一点点的汤汤水水 外婆还凶残地按住锅盖 不肯给他们多加一点 被受摧残的双胞胎 从干净整洁的模样 变成了又脏又臭的小乞丐 他们懂得了一个道理 坚实不同往日 在战争年代为了活下去 他们必须要重新认识什么是恶 于是他们在日记分页写下第一行 学习残忍 残忍是他们的第一课 曾经的他们是父母捧在手心的孩子 但世界并不会因为这样给你优待 以后必须有更残忍的事情要发生 他们必须提前锻炼出 能承受痛苦的心脏 于是便从习惯痛苦开始 每天残忍的护殴用皮便抽打对方 编打还便用恶毒的语言相互咒骂 直到相机昏死过去 母亲时常给他们来信 他们看了信 也会怀念母亲温暖的下牙塔 为了足够的坚强 于是他们烧掉妈妈寄来的信件和照片 刻意忘记母亲的水毒情深 让生活只剩下各种恶心的专画 这让借助在外婆家的军官 对他们产生了好奇和欣赏 时不时都会来看望他们 后来冬天到了 他们在村子边的森林里发现了一个逃兵 很遗憾没那么大救活 于是他们便拿走了枪和弹药 为了不像他一样被饿死 他们开始了适应生存的第二颗 忍受饥饿 曾经的他们分一族时 如今的汤汤水水也还可以 但未来如果食物稀缺 他们能否有足够的信念活下来 于是他们决定断食四天 只喝水 外婆知道后 故意杀了一只鸡来诱惑他们 但是双胞胎不为所动 无奈饥饿的力量太强大 到了最后 他们捉住活鸡拔毛 命令外婆烤给他们吃 外婆大惊失色 但也无法反抗 是的 他们变凶了 接着 他们开始练习第三课 杀戮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他们不敢杀戮 那就是别人来杀他们 他们一开始只敢杀小虫子 后来就是大一点的动物 用残忍的手段 把他们折磨至死 这天 他们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兔纯妹 这个女孩天生残疾 还有一个聋哑的母亲 为了照顾母亲 她一直到处偷抢东西 甚至为了一口食物 跟牧师性交易 双胞胎也学着 她开始了欺骗 到教堂里勒索牧师 获得了第一桶金 可以去补一补破烂的皮鞋 老邪将去看他们可怜 没有收钱 而是免费送了两双崭新的棉鞋 这也是成了他们在这个村里 获得的仅有不多的温暖 然而 一个女仆看似好心的 给他们洗澡 做好吃的食物 却只是缠双胞胎的身体而已 甚至还揭发了老邪将是个犹太人 害她被抓走了 双胞胎的杀性立刻就起来了 把之前逃病的炸弹放在了炉子里 女仆点火的时候就发生了爆炸 当场化成了灰 只不过事情很快就败露了 他们被抓住 遭受了残忍的毒打 让他们一点也不害怕 因为他们已经锻炼出 强大的忍受恐惧的能力 可两人一旦分开 就痛苦不已 最后是借助在外婆家的军官出现 把他们救了下来 此时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妈妈来找他们 之后带了个情人 并且又生了一个妹妹 爸爸在战场上生死未明 而妈妈这么快就变心了 双胞胎宁愿与外婆生活在一起 也不愿意跟背叛家庭的妈妈离开 纠缠之际 飞弹乱入 妈妈和妹妹当场被炸死 情妇立马逃离了这里 只有外婆点着灯 挖着坑 伤心的把女儿给埋了 随后便伤心的过度瘫倒在地 原来她一直挨着自己的女儿 她外表的暴力凶残都是演出来的 为了活命 才一直树立不好惹的人设 并且她还叮嘱双胞胎 如果她中风了 要给她喝风了老鼠药的牛奶 因为她想死得体面些 双胞胎答应了 这时好朋友吐沉没死了 被一群恶人折磨致死 双胞胎这才明白 她的妈妈根本不聋不雅 为了保命 就算女儿在她面前被欺凌 也还在那装容作哑 乱世中人人都是喜剂 女儿死后 她内心非常的愧疚 于是请求双胞胎送她一程 于是双胞胎放了一把火 让她和女儿永远在一起了 后来战乱平息 被俘虏的爸爸平安归来 完全不愿意相信妻子的背叛与死亡 为了亲眼见证妻子的死亡 她冒着大雨挖开了坟墓 这一幕让饱受打击的外婆中风倒地 双胞胎按照她的要求 给了她一杯毒牛奶 然后擦拭身体 下葬埋在了妈妈的身边 让她足够的尊严体面 现在只剩下父子三人了 可爸爸妮子也要跨越边界 离开这里 不愿意生活在外婆家 边界那里到处都是地雷 双胞胎只能给她指了一条地雷少的路 熟练的躲过许诺之后 爸爸翻过了围墙 这个扫雷大师一下地 就被地雷炸死了 但双胞胎并没有很难过 反而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 原来爸爸只是他们的试验品 他们踩着爸爸的尸体 到达了安全的区域 终于来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刻 分离 他们是彼此的铠甲 也是彼此的软肋 虽然他们已经足够冷漠残忍 但想要在这个世界 没有弱点的活着 那就必须学会跟爱的人分开 于是两人就此分开 向着相反的两个方向走去 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这部电影说明了一个道理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 想偿命百岁 就得把自己变成祸害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电影